朕经常对太子讲 君子死而惯不免 不管多着急的事情 也要把衣服穿好 轮到自己身上 还是不能免苏啊 臣叩见陛下 目指腿不好 蓄力就不必了 臣叩见陛下 谢陛下 坐 目指这条腿 还是在灵河时受的伤吧 这些小事陛上还记得 谁人能忘啊 顾将军冲锋被敌人射中了膝头 再马上生生地把狼牙剑拔了出来 硬生生地冲入敌阵 取下敌手头龙 当时年少轻狂 不知道害怕 没把他当回事 只是这些年 每到变天 就后悔自己当初不知好好保重自己 才落下了今日之隐患呢 是啊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想想当年你我在京郊驰骑 起码上南山彻夜未归 那时候还都是少年子弟 如今鞋蛋驾鹰 鞋狗竹吐 已经都是儿孙辈的事了 使者入司啊 我们做父祖的 怎么能不自贪 垂垂老义 三郎失德 犯下如此之大罪 木知啊 这是正事 不关木知的 可忠书令在朝会上所说句句属实 臣不敢为他辩解半分 以免妨碍陛下 行国法 家法 木知深明大义 真体谅朕的话 就先起来吧 可司卿在这世上 只留下了这一点骨血 臣如果保不住他 只怕日后九泉之下 没有脸去见先皇后啊 就请陛下 看在先皇后的份上 从轻发落 原谅他这一次吧 朕当年在南山上起过誓 朕此生 绝不辜负你姑母知 绝不负你故事 故事女 立为嫡后 其子 立为储君 你放心 朕从不食言 也从未忘记 臣代太子谢过陛下 先不用谢 在朝上 在朝上 这件事 他当着天下人提了出来 还拿出他自己写的铁证 他这个混账样子 你让朕怎么替他遮掩 御师台当庭 他竟攘出了废楚二字 要不是朕替他压着 他现在早在三司手上了 是 多谢陛下呵护保全 但 不知陛下打算 想关他几天 让重轨去查查这个事 这件事情 朕必须对天下有个交代 朕看哪 也该让他好好授受教训了 陛下将他交给了控贺牙 控贺牙 殿帅是不是弄错了 不是中正寺 也不是刑 臣 萧定权 灵旨 天下 谢恩 陛下将他交给了控贺牙 敏太子当年可就是在那儿 你 陛下 如此处置 只怕 朝野会生疑心 和妄念的 恐吓有重复在 查重查轻 朕都还能把空 疑心和妄念也总比 要是他真落在了朝廷手里 落在了何世昭那群人手里 朕就是想保他也无能为力啊 好了 这事不说了 我只先起来吧 谢陛下 坐 做父母的 为儿女操一辈子心也是操不够的 朕记得冯恩今年有二十 朕记得冯恩今年有二十 数十 哥 我也二十三四了 还没有娶亲 承恩没有留下子嗣 冯恩又是这个样子 牧师膝下荒凉得很哪 故事满门中紧 朕怎么忍心看到 将来连个承觉的后人都没有 他还年轻 建功立业 大把世纪 陈子现在无知 先让他回来 把亲娶了 陪着夫人安生住上两年 我 炸二年 一二十二 第二 第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